真的是太贵了 所以在台湾的中股车交易市场 其实商机是非常庞大的 规模在台湾是新车的销量1.5到2倍左右 我们来看这个数字 这是今年上半年 中股车的过户数多少呢 有超过36万7千辆 真的是还蛮惊人的 跟先前比起来的确也多了蛮多 那么业者推估说 这全年有机会挑战75万辆 会超过前两年的数字 所以就连外商也必须要来到台湾掏金了 在台湾有个发展多年的太古汽车集团 你一定都听过 那么他们25号就成立了新的一个线上平台 强调是用AI去帮你去做估价 而且卖车一个小时 一条龙服务帮你搞定 让你买卖更加的轻松 而至于新加坡的独角兽企业 东南亚最大的中股车品牌Carol 也宣布要携手美加联合国际 在台湾打造一个新的中股车网路平台 那么同样诉求的也是AI的科技 推动汽车交易的流程 转型数位化 还可以24小时报价 保证15分钟有人回复 让你消费更加的方便了 那当然车商们自己要推出中股车服务 怎么能够放弃这一块市场呢 我们就带你来看到 他们通常大概主打的都会是保证 德国原厂认证的精选 像是宾市就是如此 他们说履历透明 还有及时维修的救援服务 听到原厂 大家可能心里会觉得安心一些 而至于BMW则是挑出车龄 不超过5年的中股车 还让你可以拥有一年的原厂保固 何代替车则是强调 每一位他们去包你做检测的技师 绝对都具备了三级的服务认证资格 还独创针对不同车辆的品牌 年份跟行驶的里程 就会给你不同的保固条件 要让消费者能够安心买车咯 这台车的话有主动的跟车系统 HC 台湾车市六月回温 挂牌数3万2631辆 年增百分之十七 这两年车市接连受到金片黄跟原物料问题 导致缺车情况加剧 至今进口车还是得等半年以上 即使疫情跟金片黄逐渐散去 但原厂的缺车情况还是很严重 不止一般的油车就连最新的电动车 也出现在中股车的市场 根据统计去年中股车过户数达73.7万辆 年成长百分之二点七 再加上等车的转单效应 中股车变得越来越航 大概两三成有 对啊 因为基本上你说去新车公司 你得到的就是说 现在都没车 你包括不要说宾市BMW 你包括连Poche 他自己都在卖中股车 那为什么 因为中股车这个利润是相当可观的 中股车交易市场是新车销量的1.5到2倍 年商机突破百亿元 不止一般的车行 甚至豪华车品牌 也跨入原厂认证车 更吸引外商投资 像是新加坡独角兽企业 在台打造中股车买卖平台 主打汽车交易流程数位化 而台湾汽车集团中股车网路平台 端出AI人工智慧大数据 提供线上即时计算 一小时卖车不用等 这个影响它价格因素会比新车要来得复杂 所以换句话说它的毛利呢 其实反而比新车要来得更高 也因此呢 就会变得像趋之若鹜一样 那么也越来越多中股车的平台 中股车市场选择多 竞争也变得激烈 但专家提醒车主得找认证的品牌 相对有保障 以免省了小钱买车 回来花大钱修车 相信许这种方向太比较